第五次官廟新公社区 当年来七色在苏家期间 来推出打工换数的活动 来帮助社区进行到营造的工作 你今年就来自国庆学校 17位的学生 跟社区即将终20个人来到当地 除了到十天进行到柴维 也够到在地的改变工业 来合适这一组 让社区变得更加美丽的学生 也过得一个精彩有更豐富的苏家 官廟新公社区 过去年来都医到彩绘村 还有豐富的资源心态 起因很多UK的资源 在社区近期都会教授 学生到当地来进行打工换数的活动 来帮助进行更多的营造工作 在今年四月 也有来自五金没同样的学生资源 从开始回来 新冠这边推动社区营造 我们一直觉得说 这边因为是一个蛮高领域的社区 所以针对这志工的部分 我们一直认为是会比较不足的 所以后来大概从八年前吧 我们就开始让外地的一些年薪 学子有机会进来这边打工换数 然后透过打工换数的过程 让他们认识这里的一个 在地的一些文史 跟在地的一些生态 也借由他们来这边 打工换数的机会 来帮助社区做一些 我们打算的一些 设造的一些远金目标 经过了两个月的时间 不只是设施了在地的发展日子 还有背后的人物环境 也帮忙进行了柴尾的理容 刚才说美观以外 未来经社区提供 学习作为德兰输用 然后这个墙朵呢 就是把我们最近做的一些生态的调查 水源的生态调查 所看到的一些相关里面的一些水层动物 我们就把它要上墙面 那以后来这边观赏的一些游客啦 或者来这边做生态教育的一些民众啊 他们就可以了解说 原来这条西有这么好的一个原生态 当然啦 它有一些可怕的外来种 我们都把它要上墙面 让大家更了解这边 西中目前的一个状态 你观廟在地上有特色的就是 这边三押的利用 这次核心也特别核失掉这种传统的工业 年老再利用社区里面的古兆球 还有在地的生态 製造了一个整体的技术 我们就把这个鸟蛋放在这上面啊 行动这边 大观就会在这边生蛋 就表示这边生态一定很好嘛 它有很棒的一个食物链 才会有那么大观就会留在这里 然后在那边生蛋 这个蛋呢 我们也把它设计的是一个可以跟人互动的 所以这边我们有做了一个新的地标 叫什么 星光大巨蛋 这星光大巨蛋呢 就是说大家可以 如果来这边游客有机会的话 可以到上面 然后进入那个蛋里面 去拍个照啊 打个卡 当做一个很重要的 来星光的一个认识 对自然环境的一个认识 利用了苏刻的时间 这种核心在在社区发展社会 还有既工的权料集合 成功核心到了很多科本 面顶没有的力量 为自己創造了一处豐富的体验 待会后来慢慢的成就感 但是之后来的时候 我们觉得自己的氛围我很喜欢 然后我学到很多东西 就一些就是在学校可能不会碰到 或者是也不会学习到的 就是比如说什么 做竹子啊 砍竹子的一些很特别的体验 然后因为我是外国人嘛 所以觉得过来也更进一步的了解一下 台湾的人是 就乡下的人是怎么生活 然后我很喜欢这个氛围 感觉很平静很 对很开心 有了核心的导致 为成功社区 带来了全新的冲走篮 好未来 可以走到竹子好也竹子好 也相信打工换税核心 都有着精彩的受限 成功设置了台湾竹子 不一样的角落 而且你不知道 在这边 在这边 看到这边 即可 不一样的 没有